现在约到傍晚了 然后就是这个光就超亮 然后这个应该是 这个我觉得没见过 应该是这次新送的 好像是个防滑电吧 有点像还是什么的 然后一个发网 然后海绵和那个魔术贴 然后这个就是本体的头了 这个就是本体的头了 包了很多东西 应该会怕它路上有磨损了 给大家看一下 动物头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就是跟那个 狂牙的BJD类型的比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们拆耳朵 两只耳朵也是 就是这样包可以延时 耳朵 时间这样 好就插进去了 现在就是两只耳朵都插好了 然后它是整体就是官装嘛 是一个比较委屈巴巴的脸 然后之后还会出美妆版 就会画那种比较绿茶的那种 就是坏笑的那种装 然后就会晚一点点再上妆娘已经再化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试戴一下 首先呢需要把我头上的假发摘掉 然后因为只是给你们试戴一下 所以我今天就不穿皮了 我只是套上去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之后的模特图会另外再 另外再 就是之后的模特图会另外再拍的 然后包括也会出外景 就是视频和图的话 会晚一点点就都会有的 首先把我的假发摘掉 然后我今天是因为戴假发已经带了发网的 然后如果说不穿皮的情况下 就直接就戴上来就好了 然后这个结构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边有个这个扣 然后往前这样一推 然后一扒拉 你看就下来了 然后另一边也一样 然后它这里是有个这样的 诶 然后你看 就是这一次兔头做的结构的调整嘛 然后上面给它连在一起了 然后前后盖就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会一个人穿戴会更方便 之前猫头是前后盖分开的嘛 然后就是你穿的皮要给自己戴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好对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给它戴一下 现在就是两片海绵的厚度了 就是我是要两片的 然后男生可能就只要一片 主要还是要看你们 就是每个人脸长得不一样嘛 有个人脸长一点 有个人脸短一点 然后就是反正你自己戴上去看一下 眼睛能不能对上视窗 就知道对着 Gene的练乱 Gene的练乱 by bwd6 by bwd6 by bwd6